城管难了 城管难了 他们是七刀杀人 他死了 对嘛 就是 把人快打死了 大理人是炕的 烧烤店老板 卑鄙无奈持刀伤人 一人就造成了城管队员一死八伤 这就是西安城管致死案 之前我们讲过另一起城管 被小摊犯捅死的案件 崔英杰案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继崔英杰案之后 又一起城管致死案 事情发生在2016年6月24日的 西安宴塔区 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 两辆城管执法的车辆 来到了一家烧烤摊跟前 正在忙活着的服务员 见到城管来了 连忙将战道摆摊的桌椅和炉子车走 准备放回店内 同时也迎上了城管队员 因为老板周慧安此时还不在店里 所以还有一名服务员 赶紧打电话 将情况告诉给了周慧安 服务员一边和城管道歉 一边收东西 但是城管却并未理会 直接走到了探烤炉跟前 就动手搬炉子 而搬炉子的理由是 未使用清洁染料 服务员想阻拦 却又不敢太上前阻拦 城管将东西搬到了一辆卡车上 而这时 周慧安开车赶到了现场 看到城管在搬自己的东西 赶紧下车 想要阻拦城管搬东西 同时还和城管说了些什么 但是城管并没有理会 随后就看到一辆红色的别克 猛地冲了出来 而站在路中间的几名城管人员 被突然冲出来的车子 撞倒在地 其中一人被撞倒后 就躺在地上不起来 只是时不时抬头张望四周 而其他人则起身 和另外几名城管 拿着钢管 对着这辆别克车 开势猛砸 将车窗玻璃都敲碎了 正砸得起劲的时候 城管们被吓得四散逃开 先前躺在地上的那个人 被周慧安踢了两脚后 也麻溜的起身跑开了 此时周围已经围了很多的群众 有人打电话报了警 警方赶到的时候 周慧安已经放下了手里的刀 很配合的跟着警方走 而现场一片狼藉 玻璃茶子散落一地 而不远处的马路上 还有一滩血迹 而被捅伤的城管 也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 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抢救回来 其余还有八名城管 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周慧安也被定性为暴力执法 但是随着警方深入调查发现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而周慧安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就暴力抗法的 在除了监控下拍摄到的 别克车撞人 周慧安持刀伤人这一段之外 在之前还有一段监控显示 周慧安开车到达现场时 先是下车和城管交谈 但是城管应该是没有理会 所以他冲上了装东西的卡车 想要将自己的东西搬下来 在他还没有搬下来的时候 突然就被一名城管猛地推开 周慧安随即被推倒在了车岛 虽然这一点因为车斗的原因 监控没有拍下来发生了什么 但是有一名驾驶路过这里的车主 记录下了这一幕 从这段视频里可以看到 好几名城管正在殴打一个人 被打的人躺的位置 刚好就是周慧安被推倒的位置 而车斗旁边还有好几名城管在看着 看着周慧安被打 然后才出现了周慧安开车撞人的画面 从这里可以看出是城管先弄得少 这是从监控画面看到的 而警方也同时对周围的目击者进行了询问 烧烤店主暴怒之下 持刀伤人 造成城管队员一死八伤 而警方在调查案件时却发现 烧烤店主原本是个性情温和之人 警方在对案发现场的目击者 进行询问时发现 周慧安应该不止一次受到城管的殴打 在他开车撞倒几名城管 随后下车之后 有人称他又被城管按倒在地 用钢管殴打 他挣扎着起身 随手摸向了身后的卡车 正好摸到了一把切肉用的刀 他没想太多 就摸着刀在面前挥舞 随后又挥着刀 向那些正在砸车的城管充去 而这一段被打的画面 监控也因为卡车挡住的原因而没有拍到 甚至有人说 如果不是周慧安拿刀反抗 那么很有可能死在那儿的 就是周慧安 而这一说法 在周慧安的妻子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视频开头就是周慧安的妻子 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 能把人打到骨折 可见用力之猛 被打得自主之多 而原本周慧安只是个 本本分分的国企之工 平时和同事相处非常融洽 上班勤勤恳恳 事情发生的两年前 他开了这家烧烤店 因为下班之后他就没什么事 想着开个烧烤店多挣点钱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要读书 而妻子是一名老师 平时基本都是围着孩子转 不是在学校教书 就是在家照顾孩子 店里的生意 都是周慧安一个人在管 因为性子温和 所以一两年间也没出过什么事 警方随后又对烧烤店附近的邻居店铺 进行了走访 周围所有人都对周慧安赞不绝口 称周慧安平时做生意的时候非常大方 有时候还会给客人赠送一些小东西 不仅如此 他还是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他的烧烤店生意不错 但烧烤店一般都是晚上人多 白天人并不是很多 但是白天却有环卫工人在外忙活 每次周慧安看到 都会让环卫工人进店喝点水 有时候还会让他们和员工一起 在店里吃午饭 而且是免费值 他不在的话 还会叮嘱店员看到环卫工人 就让他们进来一起吃饭 所以附近的环卫工人 基本也都认识周慧安 都夸他是个好人 而他做的这些事 周围人都看在眼里 从他开店开始 他就开始为环卫工人 免费提供午餐喝水 可以看到周慧安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而事件发生后 周慧安也积极地配合警方调查 并没有为自己开脱的表现 主动交代了自己撞人伤人的全部行为 因为事件动静比较大 所以也有媒体关注到此事 并有人想要去采访执法的那几名城管队员 然而在记者去采访时 却进行的并不顺利 视频中就是西安城管致死案 在调查时的真实画面 烧烤店主因为不愿自己的东西被收 无奈之下十刀反抗 导致城管人员一死八伤 那他最终的判决结果究竟如何 通过周慧安妻子的描述 不难看出除了一人死亡之外 基于受伤的城管队员伤势并不严重 在结合之前走访调查 以及监控信息显示 城管确实有暴力执法的嫌疑 而周慧安同样也有暴力抗法的嫌疑 所以2018年9月 法院判处周慧安12年有期徒刑 罪名是故意伤害罪 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及故意毁坏财务罪 判决结果出来后 周慧安并不觉得 自己有故意毁坏财务的嫌疑 不应该被安上这个罪名 而自己也没有故意伤害 应该属于正当防卫 所以提出了上诉 但是法院二审的结果 还是以这些罪名给周慧安判了信 因为周慧安开车撞人这一点 就不能算作正当防卫了 而且在他开始反击之后 他的店员也开始加入了战局之中 形成了火毂 且最后导致几辆执法车被砸毁 这就已经属于破坏公共财产了 只不过考虑到周慧安事后主动交代 承认错误 而且他还在被带走之后 让妻子安排给被打伤的城管和路人进行了赔偿 也获得了受害者家属的谅解 且这件事本身城管队伍存在重大过错 所以二审决定检去一年刑期 改判11年的有期吐血 其实从崔英杰开始 就有越来越多的摊贩抗法的事件发生 也有很多城管在执法时被捅死 或者被捅伤的事情发生 其实不是小摊贩们不愿意守法 只是执法者在执法的时候 是否可以人性化一点 不要暴力执法 就像那句话说的 贩夫走足 引车卖枪 自古有之 这些也是一种职业 不应该被人到处驱赶 当然城市文明也要建设 摊贩们自然也要注意市容影响 感谢大家